最后我想大概简单的重点复习一下 那往后呢 无论说你是新增网站 或者是说开启网站 其实一个网站就是一个APP 那它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从 设定网站里面新增网站 就是新增网站进来 然后新增贿赂你的素材 包含就是你的图跟你的文字 还有你的首页 基本上这个这个 然后呢 我们页面总共比如说有五个页面 你就新增五个页面 并且把相关的文字素材贴上去 然后再增加一个什么List View 让它可以有一个List View的效果 特别注意那个List View 一定要是项目符号 像上个礼拜同学比较容易出错的部分 那还有在底下可以练习 就是制作什么 制作那个按钮部分 那按钮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它的Data Row 特别注意 其实比较容易出错的应该就是说 你那个标签 你在选举的时候 上面这些标签 你都要选正确 而且选的位置有时候也很重要 比较容易出错的像是Button 比较简单 Button选取 有标放上去其实就可以 那你就Data Row一定是Button 另外呢 你的上面的图 有没有 这边有个Data Icon 一定是Gear 这个部分呢 总共有十几个图 各位可以参考那个 第三章的第三支五啦 有一个图 总共有十五个小说图 然后还有Data Synming 颜色如果是你要是黄色的话 那就是一样 就是黑蓝银灰黄 我讲过就是有自己 另外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按钮的大小 如果是要跟着什么呢 随着按钮大小去调整的话 那这边Data Inline 一定要是True 如果这个地方没改的话 那个按钮一定是长条 就是整个延伸到你的那个 你的宽度啦 就是你的这个手机画面的宽度 OK 大概会有几个 我想这都蛮重要的 那那个Netbar 最后我们要做什么 Netbar 要做在下面 特别注意 选的时候特别注意就是 一定要在 如果你要做在底下的话 记得务必一定要注意 选取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就是在什么 Footer 就是在那个页尾的下方 那你在新增 那个页面的时候呢 那个页尾部分一定要打勾 才会有页尾 然后把页尾的部分 增加我们要的Netbar 那Netbar把它加上去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选的是很关键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光他做Netbar 应该做半天就做不出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选错范围了 这个 那我在这个图上面 有那个帮你mark起来 反正呢 黄色的区域里面部分 就是你要选取的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范围 是从那个 ListView里面 把它复制贴过来 所以你要先把 ListView那个 DataRaw先把它取消掉 不然做出来的话 会怪怪的 会变成什么 Netbar里面又有ListView 怪怪的 所以你要先把它取消掉 再来做 OK 这部分的话都是都是重点 然后再来是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你往下卷动 有的时候如果太长 它会 你的Netbar会出不来 会在最下面 会跟着卷动 就跑到最下 所以如果你要固定在下方的话 特别注意 记得什么呢 选一下这个 而且选的时候 记得要把Footer Footer 选到 这个很容易出错 因为很多同学 没有选到 怎么卷都卷不到 下面去 就是它不会固定在那里 所以如果将来 你要把这个什么 Netbar固定在下面的话 记得把Footer 选取 按一个什么 按一个那个 DataPosition 这个属性 标签一定要设为Fixed 固定在下面 另外还有一个需求 如果你今天需要 固定在上面的话 如果你的Netbar 之前我们有一个范例 如果你要固定在上面 因为你卷轴往下拉的时候 那那个上面 也会 Netbar也会不见 所以特别注意 也是一样